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50多个国家将参加在马尔他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 关键时刻 您的晚间简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 从三大汽车公司获得了25%的加薪提议 拜登会见中国高级外交官 竞争对手寻求管理紧张局势 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了 为什么Aceira是你应该了解的重要文化节 旅游部门对南澳大利亚国际游客 在疫情后的缓慢恢复进行评估 请大家收看 50多个国家将参加在马尔他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 关键时刻 雅虎 乌克兰正准备于10月28日至29日 在马尔他举行和平谈判 超过50个国家已确认出席 包括美国 尽管俄罗斯外交部称这次会议适得其反 并声称它绝对没有前景 峰会将讨论泽连斯基总统的10点和平方案 涵盖了儿童绑架和环境破坏等问题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 伊尔马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数字媒体的独家采访时 谈到了这次峰会 伊尔马克表示 乌克兰的战争仍在进行中 该国每天都受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 他表示 这次峰会对讨论乌克兰的战争 以及由此引发的更广泛危机非常重要 伊尔马克还对会议表示乐观 并表示结束战争 为乌克兰带来公正和平可以防止其他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美国将由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 奥布兰代表出席峰会 您的晚间简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 从三大汽车公司获得了25%的加薪提议 彭博社 据说 通用汽车公司和斯泰兰蒂斯公司 已同意向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提供25%的工资增加 与福特提供的相同条件相匹配 以可能结束一场历史性的为期六周的罢工 在这场罢工中 工会要求汽车行业为他们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做出的牺牲负责 据说通用汽车的提议 还包括在为期四年多的合同期间进行的生活成本增加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始于9月15日 并扩大到包括通用汽车 福特和斯泰兰蒂斯在内的超过45000零工人 涉及22个州的8个装配厂和38个零部件分销中心 拜登会见中国高级外交官 竞争对手寻求管理紧张局势 华盛顿邮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五访问了白宫 这标志着在一年紧张关系后 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会谈重点讨论了美国对中国的不满 包括其在全球分泰尼贸易中的角色 以及其对南中国海的主张 美国官员还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 和对以色列加沙冲突中伊朗的潜在影响力 虽然双方都有取得任何突破 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在下个月访问美国奠定了基础 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了 为什么奥斯利亚是你应该了解的重要文化节 澳洲ABC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奥斯利亚节庆上 展示了一系列探索全球化 移民和文化韧性主题的作品 节庆的亮点之一 是一部以徐立志的诗歌为基础的独唱歌曲循环 徐立志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工人 于2014年自杀身亡 作曲家和戏剧制作人尼光琪 受到了徐立志的诗歌的启发 这些诗歌探讨了现代生产力 对人的非人性化影响 并将其谱取 这个节目是为了纪念徐立志 和其他被忽视和被忽略的全球工人 他们的牺牲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该节庆还包括探索亚洲土著文化体验的作品 例如 台湾土著当代舞蹈团体布拉瑞扬 表演了一部以排湾文化为基础 探索青年体验和能量的作品 该节庆还有越南音乐家阮永的表演 他通过音乐讲述了他家族的移民故事 该节目结合了现代和传统的越南乐器 并配有反映移民经历碎片化的档案照片 除了探索文化韧性 该节庆还涉及言论自由问题 节目中的一部作品 由于艺术家的安全原因不能透露名称 他通过呈现多种历史观点 来挑战马来西亚的历史叙事 另一部作品 由新加坡的The Human Expression The舞蹈团呈现 探索自由移动 并邀请观众积极参与表演 该节庆旨在为亚洲和亚洲澳大利亚艺术家提供一个平台 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 旅游部门对南澳大利亚国际游客 在疫情后的缓慢恢复进行评估 澳洲ABC 由于COVID-19大流行 阿德莱德机场报告称 国际游客数量下降了30%以上 与疫情前相比 游客数量减少了34% 国际旅游的下降影响了各个行业 包括猫玛丽游览公司 他们的亚洲游客预定量也有所下降 然而 南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正在努力吸引游客回到该州 同时预计与中国的关系改善将在未来几个月带来国际旅游的提振 水是如何创造世界的 金融时报 根据金融时报的文章 海洋社会和大陆社会之间的差异 可以帮助解释当今国家的不同世界观和优先事项 荷兰 英国和美国等海洋社会自信 开放于贸易和新思想 而中国和俄罗斯等大陆社会更加偏向于偏执和内部安全 作者甘尼士认为 现代世界是以海洋强国的形象建立起来的 但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正在挑战这种世界观 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空袭向伊朗传递了两个信息 纽约时报 美国周五对叙利亚境内的两个伊朗军火库进行的打击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拜登总统的助手们表示 这是为了向德黑兰传递两个明确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 如果伊朗代理人对美军发动的袭击升级 将迫使美国与伊朗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 这是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两国都避免的 第二个信息是 如果袭击停止 双方可以悄悄地后退 继续恢复近年来两国关系中充满敌意的状态 这是美国为改变伊朗行为而进行的最新赌注 过去很少有成功的尝试 现在 在中东爆发新战争的背景下 拜登总统正在暗示 德黑兰最好远离干涉 白宫发言人约翰F.科比尔 John F. Kirby表示 主要目标是遏制和防止未来的袭击 科比尔补充说 美国不希望升级 没有人想与伊朗发生冲突 美国空军F-16战机对武器储存设施 和弹药储存设施进行的打击 是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基地遭到的火箭 和无人机袭击的回应 五角大楼表示 这些袭击导致19名士兵患上创伤性脑损伤 虽然以前曾有过美国的打击行动 包括2020年1月对伊朗圣城部队指挥官卡塞姆 苏莱曼尼将军的有针对性暗杀 但这次打击旨在发出明显的警告 2023年12月27日星期五 美国主要股指表现如何 美联社 股市收盘下跌 标普500指数下跌0.5% 道琼斯指数下跌366点 这使得标普500指数进入了所谓的修正阶段 因为它现在比7月份的峰值下跌了10% 这下跌是在大型科技和能源公司的盈利报告 以及经济数据的混合读数出现之际发生的 在通胀、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混合报告出台后 国债收益率保持稳定 自夏季以来 债券市场的较高收益率一直在推动股市下跌 电视的黄金时代正在失去光彩 经济学人 根据两本新书的观点 随着电视行业发生重大变革 电视节目的质量正在下降 彼得、彼斯金德的《潘多巴的盒子》和沃尔特 希基的《你是你所看的》认为 尽管2000年代初的电视黄金时代 以冒险和突破规则的内容为特点 但现在更多的是主流内容 作者们声称 有媒体服务的兴起、广告的回归 以及对系列作品的日益关注 意味着更加大众化的节目 正在取代更具边缘性 更符合品牌形象的节目 他们还提到 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进入该行业 对其产生了抑制作用 苹果电视家系列泰德 拉索因其广泛吸引力而受到赞扬 但其中一位制片人将其描述为阳光灌场 随着维多利亚州非法烟草战的升级 那些被卷入焦火中的人呼吁采取行动 澳洲ABC 澳大利亚的非法烟草销售正在蓬勃发展 商店以合法香烟价格的一半出售非法香烟 非法香烟销售背后的真正利润 来自于ChokChok品牌的无税包装 这些包装是从国外走私进来的 据信 维多利亚州有800家商店销售非法烟草 澳大利亚的烟草行业已经受到严重 和有组织犯罪的渗透 非法交易给政府造成了数十亿澳元的税收损失 澳大利亚税务局估计 2020-2021年损失了18.9亿澳元的税收 但一些行业内部人士估计 这个数字更接近50亿澳元 澳大利亚便利店协会呼吁政府介入并执行监管措施 称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装备来应对这个问题 政府目前正在审查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并将在2023年初提供回应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晚间简报观察员 今天的新闻涉及了乌克兰和平谈判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加薪提议 拜登会见中国高级外交官澳大利亚的澳西亚文化节 拿澳大利亚的国际游客恢复 海洋社会和大陆社会的差异 美国对伊朗的空袭 美国股市的表现 电视节目的变化 以及澳大利亚非法烟草交易的问题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乌克兰和平谈判 这次峰会将有50多个国家参加 包括美国 尽管俄罗斯对此持负面态度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 这次峰会对于解决乌克兰战争和防止其他冲突的发生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这次谈判可以为乌克兰带来和平和公正 另外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从三大汽车公司获得了25%的加薪提议 这可能会结束为期六周的罢工 这是对工人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做出牺牲的回报 也是对汽车行业的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拜登会见中国高级外交官 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改善的一步 尽管没有取得突破 但这位习近平访问美国奠定了基础 澳大利亚的澳塞亚文化节 探索了全球化 移民和文化韧性等主题 这个节庆不仅有文化表演 还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 例如言论自由 他为亚洲和亚洲澳大利亚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 南澳大利亚的国际游客数量在疫情后缓慢恢复 南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正在努力吸引游客回到该州 并预计与中国的关系改善将带来国际旅游的提振 海洋社会和大陆社会之间的差异 影响了当今国家的世界观和优先事项 现代世界是以海洋强国的形象建立起来的 但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正在挑战这种世界观 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传递了两个明确的信息 即如果伊朗代理人对美军发动的袭击升级 将迫使美国与伊朗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 但如果袭击停止 双方可以悄悄地后退 美国股市今天收盘下跌 使得标普500指数进入了所谓的修正阶段 这是由于大型科技和能源公司的盈利报告 以及经济数据的混合读数出现了 电视节目的质量正在下降 这是由于电视行业发生的重大变革所导致的 流媒体服务的兴起和科技巨头进入该行业 对电视节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澳大利亚非法烟草销售问题日益严重 给政府造成了数十亿要员的税收损失 政府正在审查这个问题 并将在2023年初提供回应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我的观点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我邀请观众们一起参与讨论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被指控为间谍的世界记录保持者冒险家泰德 瑞科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土著社区找到了庇护 兰博基尼Revioto 兰博基尼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以电动V12引擎的出色表现交付了承诺 随着收益率接近十年高点 外国投资者引领了日本债券的抛售潮 郑勤文击败耶莲娜 奥斯塔彭科 为WTA金银杯设立了一场全中国半局赛 卢拉表示明年无需消除巴西的财政赤字 请大家收看 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 中美已经就习近平与拜登峰会达成共识 细节仍在讨论中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 科比告诉记者 这次会议在罗斯福会议室举行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出席了会议 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 在周五下午晚些时候的单独会谈中 萨勒文和王同义共同努力 在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 举行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 官员表示 萨勒文和王毅以安静低调的方式 在布莱尔之家会面了三个小时 美国高级官员 我们正在为这样的会议做准备 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官员说 只是不能宣布 因为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再离活动更近的手宣布 被指控为间谍的世界记录保持者冒险家泰德 瑞科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土著社区找到了庇护 澳洲ABC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赖肯巴赫 也被称为泰德莱科 是一位自行车手和摄影师 1914年 他踏上一次冒险之旅 打破世界记录 以最快的速度骑行3000公里 从阿德莱德到达尔文 尽管面临挑战 在他的同伴扭伤脚踝后 莱科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骑行的 但他成功地打破了世界记录 28天15小时30分钟后到达达尔文 然而 他的成功是短暂的 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他的德国名字 人们怀疑他是间谍 莱科逃离了达尔文 并在北东阿纳姆地区的偏远土著社区中旅行 记录了他的经历 他与国尔本群岛的瓦鲁为人 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并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和文化 莱科还写了一篇 关于武装捕鱼者 和当地长老捍卫领土的事件的描述 倡导理解和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 尽管面临歧视和骚扰 莱科在他的一生中 继续为被剥夺权益的群体发声 如今 他在达尔文被视为英雄人物 人们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新的兴趣 并展示了他的摄影作品 兰博基尼Reviewto 兰博基尼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以电动V12引擎的出色表现 交付了承诺 雅虎 兰博基尼推出了最新款超级跑车Reviewto 引入了插电式动力 该车采用了混合动力系统 将V12发动机与电动机结合在一起 总功率输出为819马力 雅虎财经的普拉斯 苏布拉玛尼安 Press SuperMoney 亲自试驾了这辆车 随着收益率接近10年高点 外国投资者引领了日本债券的抛售潮 日经亚洲 预计日本银行BOJ将在下周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 调整其货币政策 外国投资者正在出售日本政府债券JGB 周四 十年期JGB的收益率达到0.885% 是自2013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10日15日至21日期间 海外投资者出售了9042亿日元60亿美元的日本长期债券 卢拉表示明年无需消除巴西的财政赤字 路透社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 他的政府明年不需要消除财政赤字 因为资金用于优先项目和建设投资更为重要 卢拉批评投资者太贪婪 要求无法实现的目标 他的言论引发了当地市场的负面反应 巴西雷亚尔对美人的早期涨幅被抹去 基准股指博威斯帕指数进一步下跌 预计巴西公共账户今年的赤字将比最初预期更大 这使得政府更难平衡预算 并在2024年前消除赤字 大型石油公司对化石燃料的寿命压住巨大 金融时报 埃克森美孚在最近以600亿美元收购先锋后 仍在寻找交易机会 该公司报告称 第三季度盈利为91亿美元 高于前三个月的79亿美元 公司的盈利增长是由于油价上涨和炼油活动增加 尽管由于化工业务利润率较低和交易减少 越低于预期 雪佛龙也报告称 第三季度收入为65亿美元 高于前三个月的60亿美元 该公司最近宣布以530亿美元收购美国生产商赫斯 这是其历史上最大的交易 白俄罗斯领导人请求匈牙利的奥尔班访问 并寻求与欧盟对话 以应对该国的孤立状态 美联社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邀请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奥尔班访问他的国家 由于白俄罗斯政府镇压意义 并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该国面临着日益孤立的局面 卢卡申科表示 他准备与欧洲国家进行对话 并邀请奥尔班讨论重要事务 自从2020年卢卡申科赢得第六个任期的选举 被西方和反对派指责为操纵以来 白俄罗斯一直受到西方制裁 匈牙利是唯一与白俄罗斯保持接触 并可以充当明斯克和欧盟之间中介的欧盟国家 华盛顿对乌克兰援助的新希望 雅虎 在众议院共和党解决了议长问题之后 为乌克兰批准额外援助的希望重新燃起 一些对新资金持批停态度的极右翼议员 也暗示了有可能投票通过的可行途径 请发生性关系或者工作到90岁 彭博社 香港和日本正面临严重的人口减少问题 促使政府采取绝望措施 鼓励人口增长 香港计划为父母提供现金激励 并未寻求辅助生殖服务的人提供税收津贴 以提振人口下降的局面 与此同时 随着人口老龄化 日本正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 全国超过一半的企业都难以找到足够的全职员工 该国还可能面临可运输货物的潜在下降 因为新的法规限制了货运行业的加班时间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这两个国家可能需要放宽移民壁壘 但这将需要传统上对外国人持有排外态度的社会进行文化调整 其他国家如菲律宾 预计到2100年人口将翻倍 可能成为帮助维持经济增长的移民来源 在英国建筑业的劳动力危机阻碍了增加住房的努力 因为自2007年以来 该行业的劳动力已经减少 剩下的工人也在迅速老龄化 英国脱欧也通过减少来自欧盟的工人数量 加剧了劳动力赤字 鲍里斯 约翰逊将在GB新闻频道主持电视节目 金融时报 前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已经签约成为右倾广播公司GB News的主持人 节目制作人和评论员 约翰逊将与其他保守党政治家一起担任该频道的主持人 该频道因为担心不公正而受到英国媒体监管机构 OFCOM的多次调查 GB News还因播出演员劳伦斯福克斯发表的性别歧视言论 而暂停了主持人丹武顿的工作 因此受到了审查 约翰逊的薪酬细节尚未公布 但预计将远高于在该频道工作的他的前内阁同事们 越南陷入困境的主航公司暂停了十条国际航线 日经亚洲 越南廉价航空公司主航将暂停十条国际航线 作为其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受影响的航线包括河内与伦敦、东京和首尔之间的航班 以及胡志明市与法兰克福之间的航班 该公司未已售出的机票提供全额退款或改签服务 该航空公司面临困难 包括其创始人Trainman Quiet因操纵股市和隐瞒信息而被逮捕 疫情也导致旅行需求下降 该公司2022年报告了大约7亿美元的亏损 许多外国飞行员因为支付工资而离开该公司 前董事长大导秀树在担任几周后辞职 如何驯服人工智能的荒野边界 金融时报 英国首相Rishi Sunak在Bletri Park主持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AI的峰会 与会者将讨论该技术的潜在风险和监管问题 Sunak旨在在英国创建世界上第一个AI安全研究所 该研究所将调查AI的能力和危险 并将其研究结果与全球分享 这次峰会将会籍政府公务员行业参与者和研究人员 共同合作建立一个国际框架来监管AI 会议旨在在潜在的AI益处和有效管理其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李克强在习近平的阴影下生活和死去 外交政策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在2012年至2022年担任总理期间 大部分时间都被习近平主席所掩盖 李克强于1955年出生在默默无闻中 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教育的中断 然而 他最终进入北京大学 并成为中国政治界的重要人物 李克强以聪明才智和雄心壮志而闻名 并受到外交官的欢迎 他应在与美国大使的对话中透露 中国经济数据不可靠而引起关注 然而 一旦习近平上台 李克强的影响力就减弱了 他在总理职位上被边缘化 尽管偶尔暗示进行经济改革 但李克强无法产生重大影响 他的去世引发了阴谋论 特别是在习近平领导下 持续进行清洗的背景下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去世 是否会导致任何重大的政治后果 巴西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陷入困境 对于摇摇欲坠的经济 构成了日益威胁 雅虎 根据巴西统计局IBGE的数据 巴西的人口老龄化速度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 65岁或以上的巴西人 比例从2010年的7.4% 增加到2022年的10.9% 巴西老龄化的速度 引发了对养老成本的担忧 因为许多人缺乏储蓄 政府也没有为养老金和医疗保健 提供资金的政策 在过去十年里 巴西经济增长乏力 人口增长率也在下降 目前巴西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 用于社会保障 紧急欧盟石油会议 专注于确保柴油供应欧盟官员 路透社 欧盟官员在该集团的紧急会议上 讨论了多样化石油储备 和为柴油和轻柴油建立缓冲区的问题 此次会议是为了评估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 引发更广泛地区冲突的潜在供应风险 欧盟的石油协调小组得出结论 由于欧洲只依赖石油占其能源组合的约30% 因此风险比50年前低得多 尽管沙特阿拉伯是其前三大供应国之一 该小组还讨论了 在柴油和轻柴油领域建立紧急石油储备的重要性 因为欧洲在这些领域的脆弱性较高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其中包括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冒险家的故事 兰博基尼的新款超级跑车 日本债券抛售潮 巴西总统的言论 大型石油公司的业绩 白俄罗斯的外交动作 乌克兰援助的新希望 人口减少问题 以及人工智能的监管等等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被指控为间谍的世界记录保持者冒险家泰德 瑞科的故事 他的冒险精神和勇气令人敬佩 但却因他的德国名字而被怀疑为间谍 他逃离了达尔文 并在土著社区中旅行 记录了他的经历 他与土著人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并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和文化 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理解和承认土著人权利的倡导者的故事 尽管面临歧视和骚扰 他一生都在为被剥夺权益的群体发声 他的作品如今在达尔文被视为英雄人物 并展示了他的摄影作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勇气和正义是无国界的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性 接下来 让我们谈谈兰博基尼的最新款超级跑车 Revoto 这辆车引入了插电式动力 将V12发动机与电动机结合在一起 总功率输出高达819马力 虽然我个人对汽车不是特别了解 但听起来 这辆车的性能应该是相当出色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亲自试驾一下这样的超级跑车 不过我们要记住 安全驾驶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是关于日本债券抛售潮的消息 外国投资者正在大量出售日本政府债券 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预计日本银行将在下周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 调整其货币政策 这一消息引发了一些市场的不安 但同时也给了投资者一些机会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 买在恐慌中 卖在狂喜中 我们还看到了巴西总统努拉的言论 引发了市场的负面反应 他表示 明年不需要消除财政赤字 这引发了对巴西经济前景的担忧 然而 我们也要注意到 卢拉的言论可能是出于一种政治考虑 毕竟明年是巴西的选举年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 大型石油公司对化石燃料的寿命压住巨大 埃克森 美孚和雪佛龙都报告了较好的业绩 尽管存在一些挑战 这再次提醒我们 虽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化石燃料在短期内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 白俄罗斯领导人邀请匈牙利总理访问 并寻求与欧盟对话 白俄罗斯一直受到西方制裁 面临孤立的局面 这次邀请可能是为了寻求更多的支持和合作 但是否能够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还有待观察 此外 英国前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成为GB News的主持人 这引发了一些争议 这也反映了英国媒体环境的多样性和言论自由的特点 不过 我们也要记住 媒体的责任是客观 公正的报道事实 而不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立场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人口问题 香港和日本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减少问题 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带来了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鼓励生育 提高移民政策 改善劳动力市场等等 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和讨论 以找到适合各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乐趣和启发 我期待听到大家的想法和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人工智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图灵和ChatGPT 斯洛伐克是最亲俄罗斯的欧盟国家 乌克兰外交官表示 乔丹 皮尔 玛利亚纳 恩里克斯等人谈恐怖小说复兴 有65个国家参加的第三次和平方案会议 在马尔他开始 澳大利亚对联合国关于以色列哈马斯停火的决议 表示失望并弃权 请大家收看 华尔街网报独家获悉有关李克强去世前相关讯息 据知情人士介绍 李克强并非如此前传言所称 在游泳时突发心脏疾病抢救无效去世 知情人士表示 此事却与李克强游泳锻炼有关 但引发保健医生关注的 却是李克强在游泳时说的话 具体细节情况 华尔街网报经由进一步核实查证后 将向观众独家披露 敬请关注 人工智能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图林和ChatGPT 未报 据伦敦艾伦 图林研究所首席科学家马克 吉罗拉米表示 人工智能 AI在与人类大脑相比方面 仍然没有严肃的竞争对手 尽管他承认 AI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但机器远未达到 人类智能的水平 1958年 弗兰克 罗森布拉特 创造了感知器 这是第一个神经网络 并启发了现代人工智能 然而 尽管经过几十年的进展 AI仍未达到 人类智能的水平 图林在AI方面的贡献 经常被忽视 尽管他在贝耶斯统计方面的工作 现在被认为是重要的 而这在生成是AI中得到了应用 斯洛伐克是最亲俄罗斯的欧盟国家 乌克兰外交官表示 亚胡 根据前乌克兰外交部长帕弗洛 克里姆金的说法 斯洛伐克而非匈牙利 是欧盟中最亲俄国家 克里姆金对乌克兰普遍认为 匈牙利是欧盟中最亲莫斯科的国家的观点 提出了质疑 并表示斯洛伐克是中欧最亲俄国家 此前 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克表示 他的政府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乔丹 皮尔 玛利亚纳 恩里克斯等人谈恐怖小说复兴 未报 恐怖小说正在经历一次复兴 这个流派正在演变 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样性 出版社和小型出版社 现在致力于恐怖小说 而一个充满活力的在线社区 包括读者 作家 评论家和评论员 正在支持这个流派 最近由乔丹 皮尔编辑的新黑人恐怖小说选集 在那里尖叫 新黑人恐怖小说选集 展示了恐怖小说的变化面貌 并包括了来自各种不同黑人作者的作品 这个选集 探索了不同的世界和观点 超越了以创伤为重点的叙事 涵盖了广泛的故事讲述方式 恐怖小说的全球影响力也在扩大 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作者 利用这个流派来回应政治创伤 文化霸权和帝国主义 特别是在阿根廷 一场由阿古斯蒂娜 巴斯特里卡 萨曼塔 施维布林和马利安娜 恩里克斯等女作家领导的 恐怖小说革命正在进行中 这些作者借鉴了他们国家的暴力 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历史 创作出强大而令人不安的恐怖作品 总的来说 恐怖小说的复兴正在打破障碍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样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反思 有65个国家参加的第三次和平方案会议 在马尔他开始 雅虎 筹备乌克兰拟议和平方案峰会的第三次会议 已在马尔他开始 来自6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旨在讨论实施和平方案的具体计划 包括核安全 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 这些计划是由来自各国的外交官和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制定的 乌克兰总统办公事主任安德烈 伊尔马克 Andre Yermak表示 在西方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下 国际社会对和平方案的支持正在增加 澳大利亚对联合国关于以色列 哈马斯停火的决议表示失望并弃权 澳洲 ABC 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大会上 对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激进分子 在加沙地带实施人道停火的呼吁投了弃权票 这项非约束性决议以120个国家支持 14个国家反对和45个国家弃权的结果通过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詹姆斯·拉森解释说 澳大利亚弃权是因为该决议没有承认 哈马斯是10月7日袭击事件的肇事者 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人质 澳大利亚外交事务部长彭纳 皇子前曾呼吁人道停火 以便将地要的物资送到加沙地带的民众手中 WTA总决赛在哪里呢 纽约时报 WTA年终总决赛 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墨西哥坎坤举行 尽管比赛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动和延迟 比赛最初计划在中国深圳举行 但WTA在前球员彭帅指控一名高级政府官员 信金后消失后 终止了与该城市的合作关系 WTA董事会一直在考虑将比赛 牵制沙特阿拉伯利亚德 尽管一些现役和前球员对此举表示担忧 支持此举的人表示 这将使WTA能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妇女权益 而反对此举的人则认为 这将损害该组织的核心价值观 比赛将有世界排名前八的单打选手 和前八名的双打组合参加 并将分配总额为900万美元的奖金 美国和中国的总元首于11月会面美联社 雅虎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同意在亚太金河组织峰会 APEC期间在旧金山举行会晤 一位熟悉会晤筹备工作的美国官员透露 双方已就在峰会期间 举行拜登和习近平会晤 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 会晤的具体日期和细节尚未确定 北京尚未正式确认 习近平是否将出席 APEC峰会 这次会晤是美中两国为稳定两国之间困难关系 而进行的一系列高层接触的一部分 马来西亚电影在海外取得成功引发了内省 日经亚洲 尽管马来西亚电影业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和赞誉 但由于严格的审查法规和有限的融资渠道 该行业面临着挑战 马来西亚电影作品如虎文和时归 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认可 马来西亚女演员杨子琼还凭借出色表演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然而 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并没有为马来西亚电影人和演员的成功做出贡献 许多马来西亚演员 包括杨子琼在内都选择出国寻求更好的机会 凸显了马来西亚机会有限的问题 马来西亚电影业也存在分化现象 多数马来族演员获得了大部分高预算角色 而华裔演员则常常离开马来西亚去美国或中国寻找工作 马来西亚的审查法规和保守的文化规范 给电影制片人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禁止了涉及LGBTQ的电影 并对种族、宗教和王室等话题进行了限制 电影制片人必须在避免监管后果的同时应对这些敏感问题 尽管面临挑战 马来西亚电影业正在取得进展 涌现出商业大片和独立制作 然而 业内人士认为 为了使该行业长期繁荣 需要结束审查制度并改变政府政策 新的商业实体 如亚马逊Prime Video 正在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而Ad流媒体服务也在稳步增长 政府正在努力更新和修订国家电影法 并宣布了支持电影业的举措 包括税收激励和减免娱乐税 然而 为了确保马来西亚电影业的长期成功 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政策变革 和更多元化 独立的审查委员会 G7贸易负责人寻求更广泛的合作 共同对抗经济胁迫 彭博社 来自印度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智利和肯尼亚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首脑 正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七国集团 G7会议上 讨论加强供应链与更广泛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以应对经济胁迫 G7认为 这些国家在帮助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 建立弹性贸易 网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而当前世界充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此次会议 正值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导致采取制裁和限制等贸易措施的时候 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贸易战 但两国也在努力保持对话的开放 G7会议预计将于周日结束 届时预计会发表联合声明 台湾友达光电转向汽车显示器的上游生产 日经亚洲 台湾显示器制造商AUO已同意以6亿欧元和6.34亿美元 收购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BHTC 以期与汽车制造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作为全球最大的车载显示器制造商之一 AUO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发展趋势 以便与中国竞争对手竞争 作为一家一级供应商BHTC向奥迪 宝马和奔驰等汽车制造商提供产品 AUO希望通过收购了解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技术趋势 香港拒绝签发给著名天安门广场学者的签证 半岛电视台 香港大学教授何若文因其签证延期被香港移民局拒绝被解雇 何若文以其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的研究而闻名 是天安门流亡者 中国民主斗争的声音一书的作者 并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文章 此举被视为中国政府在学术界的审查和修正主义的进一步证据 近期香港拒绝了外国批评者 包括记者和活动人士的签证申请 美国再次放宽对中国的新冠疫情航班限制 进一步促进航空旅行 彭博社 从11月9日开始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航班将增加到每周70班 这标志着航班数量从目前的每周48班增加到每周70班 往返航班数量从24班增加到35班 航班增加是在美国和中国逐渐解除疫情期间 对航空旅行的限制之际进行的 美国交通部正在寻求与中国的对口部门进行持续对话 以促进美中航空服务市场的更广泛重新开放 由于美国阻止任何增加 援引中国严格的COVID-19控制措施 两国之间的航班一直难以恢复 以色列和联合国一段棘手的关系 德国之声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但也对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50多年的窒息占领表示关切 以色列对古特雷斯的评论表示愤怒 一些人呼吁他辞职 以色列政府宣布停止向联合国特使发放签证 以色列和联合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安理会上得到凸显 两个旨在允许原住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草案决议正在进行辩论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会动摇中国在中东的野心吗 半岛电视台 中国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的中立立场 凸显了其作为中东地区主要参与者的野心 以及其希望将自己定位为与历史上与以色列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形成对比的国家 中国在冲突的两方都有利益 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倡导两国解决方案 并且也是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北京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 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保护平民 然而批评者认为中国的回应过于平淡且太晚 因为他花了一天时间才发表正式声明 中国的中立立场符合其长期的地区利益 因为他希望展示自己作为一个不同的大国 展示一个不同的和解未来 北京也可能意识到 在可能升级并卷入其他大国的冲突中 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中国在该地区的强大经济利益和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都受到威胁 这促使中国即使冒着与以色列关系风险保持中立 这场冲突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推动一个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不同的替代方案 并展示中国和美国可以在重要问题上合作 欧洲即将到来的移民清算 外交政策 意大利和欧洲正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 出生率下降和年轻工人短缺的问题 2022年 意大利的分免率创下历史新低 该国正在努力为年轻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 退休年龄可能会提高 退休和健康保险计划面临压力 鉴于这种人口结构变化 来自非洲的移民增加 对意大利和欧洲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 然而 反移民情绪普遍存在 人们认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移民危机 作者认为 欧洲需要重新构建其对非洲的看法 并将其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 非洲快速增长的人口和蓬勃发展的城市 可以为支持欧洲人口老龄化 提供年轻人和工作年龄人口的来源 西班牙负责移民事务的部长表示 欧洲将在未来25年内 需要5000万新移民来稳定其人口 欧洲将需要来自非传统来源的移民 成为工人 消费者 研究人员 工程师 科学家和专业人士 欧洲必须克服右翼极端主义 或民粹主义政客的妄想 他们主张关闭边界作为解决方案 相反 增加移民是必要的 以防止欧洲成为一个充满文化遗迹的空荡荡的游乐园 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大规模移民是为救繁荣和未来繁荣买单的关键 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年轻人越来越稀缺 相对富裕的国家之间将展开竞争 以吸引来自世界较贫穷地区的年轻人 另一方面 中国正面临自己的人口下降 但由于其政治制度和文化障碍 不太可能接受移民作为解决方案 非洲对欧洲语言和文化的深入渗透 为欧洲提供了独特的机遇 现在在非洲投资 以改善其城市和教育系统 可以缓和外流 并为未来培养熟练工人和创新者 另一种选择 是面对一个更具破坏性和挑战性的未来 一个更贫穷的世界的宏伟计划 外交政策 阿克塞尔·斯普林格·Exospringer SE首席执行官 马蒂亚斯·多普弗纳·麦塞斯·多普弗纳·麦塞斯·多弗纳 提出了一种将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分开的贸易体系 建立了一个由富裕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联盟 这些民主国家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 并对专制国家征收高额关税 他的著作《贸易陷阱》 如何停止与独裁者做生意 概述了这一计划 旨在保护民主国家 免受中国和俄罗斯等专制势力的侵害 然而 批评者认为 这一提议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使较贫穷的国家陷入贫困 损害富裕国家的出口产业 并可能助长独裁者的侵略 他们还认为 贸易在促进民主方面历来并不成功 切断贸易可能会适得其反 专制政权增加军费开支 此外 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 可能面临重大挑战 因为他需要解散世界贸易组织 并要求民主国家 就谁有资格加入自由贸易联盟达成一致 总的来说 虽然Dopner的意图可能是好的 但他的提议被认为是有缺陷的 并且可能有害 寻求对中国和印度公民的南非签证豁免 彭博社 南非旅游部长帕特里夏 德利勒呼吁放宽或免除 中国和印度公民的签证要求 以增加游客数量 德利勒表示 签证系统存在问题 他打算与内政部长阿伦 莫特索阿莱迪会面 讨论免除中国和印度游客 有限期限停留的签证可能性 德利勒的部门 还在努力确保游客的安全 此前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 该行业已经投资开发了一款 手机应用程序 以在遇到袭击时寻求帮助 韩国和美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和激光传感器进行演习 路透社 韩国和美国军队进行了联合战斗演习 其中包括无人机 无人车和可穿戴激光传感器 这些演习是为了现代化军队 并提高应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的能力 士兵们使用高科技武器系统和可穿戴激光对抗系统来模拟实际战斗 无人机用于侦察和识别敌人 而多功能无人车则用于运送伤员 这些演习被描述为一次开眼界的经历 所使用的装备预计将在未来的战斗行动中发挥作用 韩国计划到2040年将所有作战部队转型为这次演习所使用的模式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些新闻 包括人工智能的起源 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友好关系 恐怖小说的复兴 和平方案会议 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决议上的弃权 WTA总决赛的举办地 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 马来西亚电影业的挑战 G7贸易负责人的合作 台湾友达光店的收购 香港拒绝签发签证的争议 美国放宽对中国航班限制 以色列和联合国的关系 中国在中东的角色 欧洲移民问题 贸易体系的改革 南非签证豁免 韩国和美国军队的演习 人工智能是如今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 但要追溯到其起源 我们需要回顾到 图灵和XGPT 图灵是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AI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 尽管AI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他仍然没有严肃的竞争对手 远未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平 在其他新闻中 我们了解到 斯洛伐克是欧盟中最亲俄罗斯的国家 这与乌克兰外交官的观点不同 恐怖小说正在经历一次复兴 这个流派正在演变 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样性 乔丹 皮尔编辑的《新黑人恐怖小说》选集 展示了恐怖小说的变化和发展 第三次和平方案会议 在马尔他开始 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的代表 澳大利亚对以色列 哈马斯停火的决议 表示失望并弃权 WTA总决赛计划于墨西哥坎昆举行 并引发了争议 拜登和习近平计划在亚太金河组织峰会期间会晤 马来西亚电影业面临着挑战 但正在逐步发展 G7贸易负责人寻求更广泛的合作 以对抗经济胁迫 台湾友达光电计划收购 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BHTC 香港拒绝签发给著名学者的签证 引发争议 美国再次放宽 对中国的航班限制 促进航空旅行 以色列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中国在中东冲突中的中立立场展示了其野心 欧洲面临着移民问题 需要重新构建对非洲的看法 贸易体系的改革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计划 南非考虑对中国和印度公民免除签证要求 以吸引更多游客 韩国和美国军队进行联合演习 采用高科技武器系统和无人机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对于恐怖小说的复兴有何想法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我期待与大家的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再次放宽对中国的新冠疫情航班限制 进一步促进航空旅行 以色列和联合国一段棘手的关系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会动摇中国在中东的野心吗 缅甸军队寻求恢复秩序 因为少数民族发动攻击 香港领导人发誓不会针对房价 并承诺提供明确细节 请大家收看 美国再次放宽对中国的新冠疫情航班限制 进一步促进航空旅行 彭博社 从11月9日开始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航班将增加到每周70班 这标志着航班数量 从目前的每周48班增加到每周70班 往返航班数量 从24班增加到35班 航班增加是在美国和中国逐渐解除疫情期间 对航空旅行的限制之际进行的 美国交通部正在寻求与中国的对口部门 进行持续对话 以促进美中航空服务市场的更广泛重新开放 由于美国阻止任何增加 援引中国严格的COVID-19控制措施 两国之间的航班一直难以恢复 以色列和联合国一段棘手的关系 德国之声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但也对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50多年的窒息占领表示关切 以色列对古特雷斯的评论表示愤怒 一些人呼吁他辞职 以色列政府宣布停止向联合国特使发放签证 以色列和联合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安理会上得到凸显 两个旨在允许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草案决议正在进行辩论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会动摇中国在中东的野心吗 半岛电视台 中国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的中立立场 凸显了其作为中东地区主要参与者的野心 以及其希望将自己定位为与历史上与以色列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形成对比的国家 中国在冲突的两方都有利益 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倡导两国解决方案 并且也是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北京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 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保护平民 然而 批评者认为中国的回应过于平淡且太晚 因为它花了一天时间才发表正式声明 中国的中立立场符合其长期的地区利益 因为它希望展示自己作为一个不同的大国 展示一个不同的和解未来 北京也可能意识到 在可能升级并卷入其他大国的冲突中 它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中国在该地区的强大经济利益 和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都受到威胁 这促使中国即使冒着与以色列关系风险保持中立 这场冲突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推动一个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不同的替代方案 并展示中国和美国可以在重要问题上合作 缅甸军队寻求恢复秩序 因为少数民族发动攻击 日经亚洲 缅甸的少数民族军队对统治军政府的目标发动了协同攻击 由善邦和若开邦的少数民族军队组成的三兄弟联盟表示 他们正在保卫自己的领土和平民 以抵御军政府的攻击 在善邦北部 两个军事哨所被夺取 但目前没有有关伤亡的报道 此次行动发生在克钦邦与中国边境的难民营遭到军事炮击 造成至少29名平民死亡之后 中国一直对于缅甸边境的冲突及其对贸易的影响表示关切 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 缅甸一直处于危机之中 全国范围内的抵抗运动得到了少数民族军队的支持 军方被指控在打击抵抗运动中对平民犯下暴行 香港领导人发誓不会针对房价 并承诺提供明确细节 南华早报 香港特首李家超承诺不会针对房地产价格 承认潜在和现有房主有着冲突的利益 他表示政府的角色不是控制房地产价格 而是确保未来的住房供应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并为居民在购房时提供清晰的信息 尽管房价持续下跌 但香港的住房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可负担的旨意 政府旨在通过恢复资本投资入境计划来吸引投资 该计划将向投资至少3000万港元380万美元的人提供居留权 中美关系必须尽快恢复到健康稳定的状态 外交部长王毅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五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乔拜登 敦促两国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上 王毅强调了稳定和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引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他还强调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在维护中美关系基础方面的重要性 拜登向习近平转达了问候 并表示美国愿意与中国保持沟通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王毅的访问是为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和拜登 可能会面做准备的努力的一部分 这次会谈被视为对今年早些时候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北京的礼貌姿态的回应 寻求对中国和印度公民的南非签证豁免 彭博社 南非旅游部长帕特里夏、德利勒呼吁放宽或免除中国和印度公民的签证要求 以增加游客数量 德利勒表示 签证系统存在问题 他打算与内政部长阿伦、莫特索阿莱迪会面 讨论免除中国和印度游客有限期限停留的签证可能性 德利勒的部门还在努力确保游客的安全 此前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 该行业已经投资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 以在遇到袭击时寻求帮助 泰国的政策利率目前是适当的 中东战争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央行行长 路透社 泰国央行行长塞塔普 苏提瓦特纳鲁埃普表示 目前的政策利率对泰国经济来说是适当的 但央行将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他强调 全球风险增加以及对中东冲突的担忧 可能对经济构成威胁 如果政府的刺激计划有任何变化 泰国央行将修订2024年的增长预测 为了控制高企的通胀 泰国央行上个月将关键利率上调至2.50% 为10年来最高水平 今年迄今为止 泰铸对美元贬值了约4.4% 韩国和美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和激光传感器进行演习 路透社 韩国和美国军队进行了联合战斗演习 其中包括无人机、无人车和可穿戴激光传感器 这些演习是为了现代化军队 并提高应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的能力 士兵们使用高科技武器系统和可穿戴激光对抗系统来模拟实际战斗 无人机用于侦察和识别敌人 而多功能无人车则用于运送伤员 这些演习被描述为一次开眼界的经历 所使用的装备预计将在未来的战斗行动中发挥作用 韩国计划到2040年将所有作战部队转型为这次演习所使用的模式 韩国基建明星的未婚夫被揭示为变性骗子 南华早报 韩国基建传奇名将南贤希与一名因多项欺诈指控而受调查的女性解除了婚约 南贤希是两季奥运会奖牌得主 本周早些时候宣布与一位27岁的美国出生的IT大亨订婚 然而 很快就揭示出未婚夫郑珍祖是一名有着欺诈历史的跨性别骗子 郑珍祖因敲诈勒索和欺诈指控而受到调查 并因在南贤希母亲家中跟踪她而被拘留 尽管后来被释放 棕色 红色 黑色 米糯米 哪种是最健康的大米类型 澳洲 ABC 稻米是一种主食 有着丰富的历史 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品种 糙米是一种全穀物 保留了肤皮和胚芽 相比白米 它富含纤维和营养物质 黑米富含一种叫做花青素的抗氧化剂 而红米不仅富含花青素 还含有更多的铁核心 紫米是当地茉莉米和当地紫米的交叉品种 其营养价值比糙米更有优势 所有类型的米都在均衡饮食中有一席之地 澳大利亚农村居民被敦促撤离 因为山火肆虐 路透社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当局敦促数千人疏散 因为山火继续威胁农村城镇 目前该州有35多处山火正在燃烧 塔拉镇是最危险的地区之一 由于额尼诺天气事件的到来 山火剂预计风险很高 与2019至2020年灾难性山火相比 澳大利亚过去两个火灾剂相对较为平静 紧急警报已发布 居民被敦促立即离开 阿肯瑟州州长的价值1.9万美元的讲台仍然不见踪影 但在审计进行中仍然被人们关注 美联社 阿肯瑟州州长沙拉 哈克比 桑德斯因购买一台价值1.9万美元的讲台而受到了批评 州政府要求对此次购买进行审计 这台讲台是几个月前用州发行的信用卡购买的 后来由阿肯瑟州共和党对州政府进行了报销 这次购买被批评与桑德斯声称的财政责任相悖 并引发了关于他办公室如何处理记录的进一步质疑 桑德斯回避了有关讲台的问题 并声称使用他会分散重要行动的注意力 这次讲台的购买被比作五角大楼购买昂贵的锤子和马桶座圈 一家全由共和党组成的立法委员会已经批准对这次购买进行审计 南华早报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很可能会加入菲律宾对中国在南海的对抗 菲律宾国防部长最近表示 马尼拉将加强多边活动 包括在争议地区进行航行自由巡逻 并希望更多国家加入我们的战斗 分析师认为 由于这些国家直接经历了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行动 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最有可能加入这一努力 第二梯队可能加入战斗的国家是欧盟和英国 他们已将中国视为对自由价值观的系统性威胁 第三梯队的韩国和新西兰预计只会在出现公开的战争时加入 然而 一位分析师认为 菲律宾国防部长所指的战斗主要是外交性质的 而不是军事性质的 菲律宾一直在记录中国在争议水域的行为 并得到了法国、韩国和日本等几个国家的支持 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魏巧、拜登和习近平的峰会扑平道路 澳洲、ABC 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 美国和中国已经同意努力实现 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下个月举行峰会 这一宣布是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高级外交官 在华盛顿进行会谈后发表的 其中包括与拜登总统进行了一小时的会晤 讨论涵盖了军事关系 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台湾 人权以及在中国被拘留的美国人等问题 双方还就中东冲突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 并表达了希望拜登和习近平 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晤的愿望 中国军事生物在美国市场的进展中取得罕见成功 获得FDA批准 彭博社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已批准首个中国研发的抗癌药物Locacy 用于鼻癌的治疗 Locacy是一种PD一亿之剂 这是一种利用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的癌症治疗方法 虽然该药物在2018年已在中国获得了用于治疗多种癌症的批准 但其在美国的批准目前仅限于鼻癌癌 这一批准对于中国药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们一直面临着临床试验质量和创新疗法开发能力的审查 FDA此前曾因数据不代表非中国患者 而拒绝了中国公司的癌症治疗方法 Locacy的批准代表着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在进入美国市场方面的罕见成功 在文莱 中国工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 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南华早报 中国在文莱的投资尚未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 因为中国工人通常生活在与文莱人隔离的社区中 尽管文莱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30.8亿美元 但中国工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互动有限 这些工人通常是40到50岁的男性 他们在与中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下工作 通常在技术支持方面提供帮助 他们住在靠近工作地点的集体宿舍 并没有太多动力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 然而 互联网技术使一些中国工人能够与当地的华人社区联系 文莱的一些中国公司正在采取措施促进跨文化理解 并将他们的员工融入文莱社会 一个例子是文莱港务公司 这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和文莱政府的合资企业 他们已经开始为当地工人提供技能提升 并参与慈善活动 唐登杰被任命为中国山西省的共产党书记 路透社 唐登杰被任命为中国山西省执政党共产党的书记 唐登杰此前曾担任中国民政部部长 现在担任一个重要的煤炭生产省份的最高政治职位 拜登和习近平预计在下个月的高级别美中会议后会面 半岛电视台 预计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这次会晤被视为两国领导人讨论各种全球挑战的机会 包括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即将到来的台湾总统选举 尽管两国最近在各种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人们希望他们能够共同努力缓解中东紧张局势 并改善他们常常争吵不休的关系 然而 他们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南海 碰撞将三方鸡蛋碰石头游戏推向悬崖边缘 南华早报评论版 根据华洋海洋合作与海洋治理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 据瓦伦西亚的观点 最近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海发生的碰撞 是菲律宾将其外交政策建立在理论法律原则和希望上 而非现实上的结果 瓦伦西亚认为 菲律宾决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站在一起 导致中国在该地区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中国封锁菲律宾船只 骚扰菲律宾渔民 以及在该地区增加军事存在 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中国江苏世界在监管机构的怀疑下 放弃了8.2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日经亚洲 江苏世界农机计划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的计划 已面临监管审查而被放弃 该公司的IPO申请 在其保健人海通证券撤回申请后被终止 监管机构对该公司的营收 库存和经销商提出了担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 对江苏世界进行了现场检查 指出其营收来源 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存在违规行为 CSRC强调了公司销售记录 和经销商物流记录之间的信息不匹配 今年江苏世界的业务一直在下滑 预计上半年的营收和净利润将与去年相比下降 加州州长的访问表明 美中之间在州级别上的接触仍然是可能的 美联社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访华讨论气候变化被视为美国总统乔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份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上在旧金山会晤的一步 此次访问凸显了加利福尼亚州与中国之间的现有关系 甚至表明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 中国的热情接待清楚地表明与加利福尼亚州合作既是期望的 也是政治上安全的 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中恶化 但中国仍将美国各州视为务实的商业伙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在六度简报上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些国际新闻吧 首先 美国宣布放宽对中国航班的限制 这对于促进航空旅行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消息 另外 联合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变得棘手 而中国在中东局势中的中立立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缅甸发生军事冲突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受到关注 中美关系的恢复也成为焦点 此外 韩国和美国军队进行了一次创新的演习 而韩国基建明星的未婚夫却成为了一个骗子 最后 我们还探讨了大米的不同类型以及澳大利亚山火的威胁 这些新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视角 展示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美中之间的航班限制的放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表明两国之间的合作正在逐渐恢复正常 然而 以色列和联合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中国在中东冲突中的中立立场 显示出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缅甸军事冲突 香港房地产市场和中美关系的恢复 都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对于你们观众而言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这些新闻中的哪个对你们来说最重要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我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